玩赛博猴子 取电子吸金 说实话 咱们这个皮肤 跟队友对比起来 想得格格不入 不过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想着取传统吸金 做出点改变 电子高科技一下 合情合理 所以咱这个赛博取金团都成立了 要不给两个硬币当了路费吧 不然跑半路上猴哥没机油动不了了 很难受的 好的 进入游戏 为了吉利 咱们出门先给师傅一棍 扯扯手感 沾沾喜气 如今这个版本 在对面辅助没有漏头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得小心谨慎一点 只不定他就来搞你了 对不对 不然就会像勾顺利一样 让你家两个人 为由致死 队友开局大意了 给他个头 但是无所谓 大胜会出手 对面红武漏视野 跟去走向 预判一下 一波小生法跳到红武脸上 非常的漂亮 三棍一个暴击没有 无愧是我的猴子 非常具有辨识度 来帮一下八戒 猴子的英雄和其他英雄不一样 他是操作决定下陷 运气决定上陷 看我这个情况 上陷应该不够 没事 稳住下陷就可以 哎呀 大胆欢呼 得罪的大三 还想走 二技能马上好 这一棍只要出了暴击 不仅可以击杀火舞 还能安全撤离 没有暴击 没有暴击啊 好了 经过一段时的发育 我成功的出了无尽 已经成功逆天改命 现在我的暴击率 嘎嘎狗 接着我师徒饿人 就要拿你这个药来开开刀 我感受到了 无尽天我带的力量 是无尽的 你们看这个火火 我仅仅只暴击了两下 它就差点没了 要是我棍棍都能暴击 我做梦都会直接笑醒 曾经 我听过一句话 暴击是对强服的馈赠 看现在我这个情况 我肯定是个强者 玩了那么多局的猴子 就这一把的暴击率 高得我自己都不自信了 有一种在跟敌人玩命的感觉 来中路蹲下人 嗯 你这个回程位置很大胆哦 把你送回去了 用些玩猴子多多少少 需要点生法 各位看仔细了 惨下八戒 拉几何丁的距离 一棍 两棍 最后一棍 嗯 满满生的 这个药在欺负八戒的小弟 我多多少少少有点不乐意 这局游戏 我能打这么顺利 跟这个药肯定有很大关系 它的操作 多多少少少有点犀利 这一滴血的防御坦 就是干嘛 这个药 想装迷线 我也知道他想装迷线 想逃 而且跟上 他回跳 咱们普攻再跟上 他预判我 但我预判了 他预判我的预判 我在开主宰 队友在打团 团弹打完 八戒完美团弹成伤百分百 他真的 为了保护师傅 还有两位女司祖 他居然选择 一个人把所有打全挨了 冰线压尽 而敌人 早已溃不成军 那么现在 该我出手了 师傅大招 给我们套了免伤 现在这仓 无所畏惧 要被框住 走不掉 这个人头是我的 诶 唐生啊 别太过分 不要以为我叫你两句师傅 你就可以抢我的人头了 这杀生什么的 还是让我来吧 各位要知道 王总要是款推塔游戏 居然还有意外生活 那你先上这个马可吧 三棍 直接带走 好 我概念了马可 其他队友呢 也相继概念了荒芜 还有理性 那就剩一条鱼了 交给我吧 看我分分钟 砸爆他的鱼头 投降 投降也没有 照样呆时 不是 他这个鱼是属姐的吗 怎么这么硬啊 我俩到底谁是同皮铁骨 居然抢我们的屁 下次不要这个进场了 那么好的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各位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就三连关注一下吧 我是五哥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